它在情绪上有两种主要的诱因 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的一个诱因是 你的内心深处 就是很多得抑郁症的人 其实都是非常优秀 但是心思缜密的人 就是你在内心深处 你觉得自己没有做到 你自己希望的那么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还有第二个诱因是变化 比方说失恋 这个事情是可以诱使的 还有一些 我采访过的一个病人 他是升职了 大家听起来觉得 好像升职是一个高兴的事 但是他从他那个位置 他感到很安全的一个位置 离开之后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反而是一个 生病的一个诱因 所以就是说 让他产生焦虑了 产生焦虑了 不适应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身体上的 所以说大家 我觉得就是说 身体健康特别重要 不要不在乎你的身体 你老觉得说 只要我精神上能撑得住 我就一切都能度过 其实真的不是 就是说你身体好 然后你没有任何的病痛不舒服 然后你才会有一个 比较健康乐观的那种精神状态 我认为是这样的 当你病病泱泱成天 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时候 你必然情绪不会很好 而且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这减肥药 大家真的要慎用 对对对 真的那个很多减肥药 是为了让你心跳加速 然后加速你的那个能量的那个排放 对 其实真的是很不好的 没错 对你心脏也很不好 而且我们是天下女人 就很糟糕的一个情况是 女的比男的更容易得抑郁症 其中比方说很多人是在产后 产后抑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还有就是更年期的时候的抑郁 天哪 那我要开始紧张了 我也开始紧张 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说 说妈妈 说过两年咱们俩可能会关系很紧张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再过两年 我就是青春期的 那你要是更年期的 我说不会那么早到来的 太可爱了 所以我真是觉得 真的 我就觉得我们这边得面对多少事 好 谢谢